大家好 今日科学新闻就会讲回天气了 香港今晚晚气温会急降 所以从明天开始天气都会几凍 而且又会下大雨 又湿又冷 感觉都不太好 我又会和大家讲一讲英国打风和加拿大东部下雪的情况 先看香港天气 今早5点时香港天文台气温是15度 留意一下现在强烈季下风信号还是正在生效 天文台雨测有一道冷风在明早就会横过广东元浪 那个地区天气就会转冷 事实上今晚晚气温已经开始有机会下降 预计今天日间都会有一辆阵雨 天气都比较凉 最高气温就是17度 而天文台雨测明天天气会显着转冷 留一点 天文台比较明天气温就会介乎11至17度 其实这个17度就是明早凌晨的气温 会一直日间跌温 跌到下就是明晚的11度 预计明天天气就会是密云有雨 雨势有时会比较大 明天下到显着降雨的概率是高 之后那两天天气都很冷 都是继续有雨的天气 星期日和星期一的气温都会介乎10度至12度 而且都会密云有雨 天文台比星期一会还有雨势有时较频密 而接着几天气温都没怎么升 寒冷的天气会一直维持至少星期四 我们又可以参考一下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模式怎么说 这个就是接近香港市区的网格点 可见到星期五过了凌晨时 气温已经会急降 在星期六早上8时时 气温已经会跌到12至13度 日间会跌温 日晚气温有机会跌到10度 而这个跌温过程主要是今晚晚到明早凌晨的时间出现 而且明早气温已经有机会跌到13度 我相信在今天下午时间 天文台就会发出寒冷天气警告 寒冷的天气会维持好几天 亦都见到最新的模式 比星期一的早上 气温有机会跌到9点多 同一时间可以见到 其实大雨的情况由星期六会一直维持到星期二的初时 根据过往经验 在湿洞特别是落大雨的情况下 晒着出来的气温有机会比数值月报模式还要低一点 那究竟接近几天有没有机会跌到9度 大家要拭目以待 刚才看到市区网格点的情况 现在我们可以看接近新界网格点的情况是怎样 可以见到明晚晚气温一样会显着下降 到星期六早上气温已经有机会跌到11度左右 而星期六日间会跌温 到了星期日早上气温更加有机会跌到7-8度 再继续下跌下去 星期一早上更加有机会跌到6-7度 而新界网格点都是说会出现大雨 由星期六一直会迟到星期二的清晨 究竟会不会因为湿洞关系 气温比现在这个预测更加要低一点呢 我们可以参考了欧中的降雨预报 途中蓝星和紫色就是一些比较大雨的区位 可以见到受到高空扰动影响 离一两三天都持续会有大雨 星期六和星期一都有些紫色的区位接近香港 所以预计离一几天大雨的情况都很可能会出现 香港现在有1600洞大厦要强检 大家如果要在室外一个寒冷的天气下面 还要下着大雨排队就真的痛苦了 所以大家可能要准备一下 如果大家必须要强检的话 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就立即去做了先 香港天气就说了这么多先 转过来看看英国打风的情况 多谢Becky传辟这段片 看回星期三Dutley影响英国时候大风的情况 不过Dutley只是一个前奏 跟着Leunice更加厉害 大家如果想知道英国的天气怎么样 就要看回我做的另外英国天气的片段 我们转过来又看看台湾的情况 终于气象国就出了一张很简单的poster 就说明全台又湿又冷 预计星期六晚会降温 星期日和星期一整天都冷 其实跟香港一样都会受到冬季季后风影响 不过去降温时间就比香港稍微似一点 预计台北台中和台南气温都会跌到12度左右 而中央气象国就发出大雨突破 影响的范围包括基隆台北和新北 现在最新的天气情况 整个台湾都是多云为主 有些地方下雨 今天早上的时间 台北 台中和台南气温都是16度 中央气象局就预测台北今天短暂时间会有雨 最高气温就是20度 来一两天都会继续有雨的天气 台中方面今天就是多云为主 最高气温就是22度 来一两天就会有雨 高雄方面今天就是多云 最高气温就是24度 明天会有雨 后来也转回多云 中央气象局预测 东京今天部分时间会见到阳光 最高气温就是11度 明天初时天阴 插测时间就会有短暂雨 气温会较2度至9度 大阪今天部分时间也有阳光 最高气温就是9度 明天初时天阴 插测时间就会下雨 最低气温就是2度 最高气温就是10度 至于其他地方天气 我们参考当地的气象部门 韩国首尔今天阳光普照 最高气温就是6度 明天就会多云 新加坡今天会有雷暴 最高气温就是33度 来一两天都会继续有雷暴 澳洲的Sydney今天也有雷暴 最高气温就是29度 明天记好阳光也会有骤雨 Melbourne今天会是多云 最高气温就是21度 明天就部分时间会见到阳光 新加坡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就会上25度 明天就会有骤雨 加拿大方面 Vancouver星期五会有雨 气温就会7度至8度 星期六又会有骤雨 Toronto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 天气又会冷回 最低气温跌到0下11度 最高气温只有0下6度 如今星期六就会下小雪 Montreor星期五就会有小雪 香港就会加乎0下10度至0下7度 星期六的暑月就会大一些 美国的Los Angeles星期五会是天晨 气温较9度至24度 星期六会继续天晨 纽约星期五既有阳光也有骤雨 星期六就会下雪 今日的重点就是香港今晚晚气温会急降 凌晨几天天都挺冷 而且会下大雨 其实台湾都会受到同一个冬季季风影响 不过气温下降的时候就会辞香港少少 另外都留意一下加拿大东岸就会下大雪 今天天气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多点分享 点赞和留言 还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再见